Lora P2P 产业应用 Lora P2P 产业应用 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 Lora P2P 的一些产业的应用 当然它的应用非常的广 只要是比较长的距离 然后需要做低功耗的应用 各个行业基本上都可以用 那在我们这个特别的应用介绍里面 我们介绍一个智慧浇灌系统 就是用LORA P2P来收集资料 然后来控制一个水阀的开关 作为一个浇灌的系统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 因为它要整个可以完整的运作 所以还包含云端的一些资料库 然后MQTT的指令的推播 不过最重要的核心 还是在这个LORA P2P的网络 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Gateway 就是Master 它负责接受指令 然后把指令利用LORA P2P的协议 然后传输给这边的Node 就是我们的水法的控制器 那指令就有使用者 透过网页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网页版的 可以下指令的一个界面 或者透过一个APP 就APP上面也很方便的 可以下达指令 可以做浇水浇灌系统的排程 就是说我们这边每一个开关 在这个浇灌系统里面 是对应一个棚 就是一个温室的棚 目前是种有机蔬菜 等于说一个有机蔬菜的棚 大概几十瓶 然后会有一个水管 水管就安装了这个LORA P2P的一个开关 我们叫做一个Node 然后我们在手机这边 就可以做排程 比如说我哪一个棚 要先浇水 那要浇多少时间 我们用时间来控制 然后可以一个一个这样子排下去 那排完之后 只要下开启 所以我们就会把开关的指令 透过这个网路 透过MQTT的Server 把指令下到Gateway Gateway再把指令广播 因为这边LORA P2P LORA本身是广播的 广播给所有的Node 可是我的指令里面 当然会指定说这个指令 是针对哪一个Node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水阀 做开或关的控制 那我目前下达的指令里面呢 基本上是开 然后加上要开多少时间 那时间到了之后 那个水阀的控制器 就会自动的把水阀关闭 等于说然后再回报 这个关闭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整个指令下达的过程 有没有执行成功 那这个中间最重要是透过LORA P2P 来做这个水阀的控制 那这张图呢 就是比较完整的架构图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 中间这里有一个LORA P2P的Gateway 就是我们的Mast 然后我们有一些感应器 感应器是因为我们的 浇灌系统本身 不是等于说用人工去浇灌 我们是可以根据所收集到的 土壤的数据 还有环境的数据 比如说土壤的湿度 如果土壤已经够湿了 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再浇灌 或者说浇灌的这个水量 就少一点 然后也根据我的气候的资料 比如说是大太阳 或者阴天 或者下雨天 这个都是会影响到 我们要浇水量 还有时间的这个关系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LORA P2P 来连接一些Sensor的Hub 那这里面有土壤的温度湿度 电导度 甚至弹铃甲 这个湿肥的状况 然后也连接我们为气象站 就是它的日照 它的空气的温度湿度 风速风向等等 这些气象的资料跟土壤的资料 都是透过LORA P2P的Node 然后上传 那这些感应器的资料 都有分配一个Slot 我们已经知道 LORA P2P 基本上是有一个Frame的结构 那一个Frame是16秒 那底下有32个Slot 那有8个Slot是Free的 我们叫这个自由竞争 有24个Slot是可以分配 给一些Node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感应器传输数据的时候 就分配了一些Slot 让它们在特定的Slot上传 那这样数据在上传的时候 等于说有专属的Slot 就比较不会发生冲撞 然后这个数据上到云端平台之后 这边我们有一个Cloud IoT的Data Center 然后我们也设定了一些浇灌的规则 就是说我们会 等于说设定一些RUO 代表说 比如说我的土壤的湿度 如果低于某一个临界值 代表说它太干燥 或者是说我太阳日照很强 那我可能也会少一点 所以我们会根据土壤的一些数据的资料 还有气象站的数据的资料 来设定一些规则 那设定这个规则之后 就会自动的判定 这个规则没有成立 就是根据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目前大概是每30分钟 这个感应器的数据会上传 透过LOLA P2P上传到Master 然后再上传到Internet 到这个云端的这个 对视监控中心 然后判定如果满足的话 那就去做浇灌 那浇灌呢 也是透过LOLA P2P 这个时候就变成由Gateway 下指令给每一个随法的控制器 所以这个是可以根据入我方式 来设定说某些条件满足之后 我就可以来自动的浇灌 那当然有时候农民本身 他也许会比较倾向 那他浇灌的时间 由他来决定 因为他也可以根据 等于说用APP来进行 这个浇灌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浇灌的作业呢 就会走到我们左边这边 我们有一个Farm Management App 就是有一个农场管理的APP 那上面可以让他用手动的方式 就是可以及时 我可以特定开某一个水阀 那多久时间 然后他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排程 比如说我们这里上面 例子里面有四个水阀 那我可能排第一个 在什么时候 然后要交多少时间 然后第二个水阀 在什么时候交多少时间 或者跟着前一个水阀 可以依序啦 就一个一个这样排 那我也可以更换顺序 就是我可能要先交 第四棚再第三棚等等 所以这个管理者或者使用者 可以很方便的 透过那个APP的排程的程式 可以很容易的 做这个顺序的调度 然后也可以设定说 每一个棚要交多少 那也可以设定说 一棚交完之后要隔多久 然后开始交第二棚 或者说一棚在还没结束之前 我就开启第二棚 就是他为了避免 所有的水阀都关闭 可是这个水都在水管里面 然后马达都有抽水 那有一些浇灌的系统是要特别注意到 当马达在抽水 在把水塞入这个水管的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水压 那这个时候如果每一个水棚 这个都同时关闭 那这个等于说水压可能就会过大 因为水没有输出嘛 那可能有一些比较脆弱的地方就会 我们叫爆管 就会爆开 所以农民本身他们在交水的时候 如果有考虑到或顾虑到 会发生这个爆管的前行的时候 那他们会刻意 等于说一棚在交完之前 就开启下一棚 等于说在任何时间 不要有所有的这个水阀都关闭的情形 让他们有一点重叠 就一棚结束之前可能五秒或十秒 那下一棚就开启 然后都有一点重叠 这样的话避免说突然之间 所有的水阀全部关闭 那水压可能过大 然后就发生了爆管的这个问题 那这些等于说排成的一些参数的设定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APP 那个排成的程式 界面来做这个适当的调整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一般温室种植 当然有很多种方式 现在可以有土耕 像这个就是直接在土地上耕种 那当然有的也可以做离地土耕 就是用高价的这个这个这个结构 然后用一些戒指 类似像一个棚一盆一盆一盆 或者一袋一袋一袋的 那等于说它就不是用原来的土壤 而是用一些特殊的介质 来作为这个耕种的基础 那一般我们浇灌系统也有很多种 那一般有像喷灌滴灌等等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喷灌 就是说有一个水管 这个水管就在这个棚的中央上方 那这个水管上面就有很多 这个叫喷头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把水放进来 那这个地方就会做喷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喷灌喷的范围 一般就是刚好到这个棚的两边 那因为这个喷灌是圆形的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喷灌的这个大小 就是那个喷灌的那个水柱 大小是可以调整的 或者喷灌的范围 这个是可以这个喷头本身 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让我们的喷灌的这个范围 可以达到最理想的这个效果 那像目前这张图所介绍的 它就是一个手动的喷灌的系统 也就是说当我们马达开启 然后开始抽水 那这个水管的 下面这个水管就充满了这个水 那但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手动的开发 开关 这个就是一个关闭的状态 所以我们如果要开始浇水 就必须把这个 这个扳手把它往下滑 让它变成开启的状态 那在开启的状态 当然这个水就 进到这个水管里面 然后进到这个喷头 然后就开始喷 这个喷灌 那这个就是所谓传统的手动 那手动的方式 当然就是说农民必须去这个现场 然后用手去开关 那开了之后就开始浇灌 然后要等待 看要浇灌的时间 一般可能就是几十秒 或者一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再把它关闭 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如果我们的棚树比较多 那每一个棚树要浇的水量 其实也都不一样 因为到底要浇多少水量 一般农民的判断是说 那我土壤的湿度嘛 然后我气候 就是今天的日照 太阳有多大 还是阴天 或者下雨天 还有根据说 那我种的是什么样的蔬菜 因为不同的蔬菜 需要不同的水量 还有甚至说 这个蔬菜种的 我们叫成长的阶段 比如说刚刚种下去 一般叫定值 那刚刚种下去 需要比较大的 一般农民会浇比较大量的水 或者是说 已经快收成了 等等 所以一般的蔬菜 在不同的成长的期间 需要不同的养分 需要不同的水分 所以其实在浇灌的时候 那个水量的控制 等于说它的变化性还蛮高的 这个当然就是凭农民的经验 他知道说 现在土壤的状况 气候的状况 或者是说 我种植的这些蔬菜作物的状况 然后他来用经验判断 那我要交多少时间 当然那些也很难算得 非常的精准 那在这边做手动开关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把这个农民的经验 把它变成一个叫数位分身 可以变成说 我可以自动的来判断这些所有的数据 我刚刚讲土壤的数据 气候的数据 或者成长的数据 然后我来给他建议 我们后面用一个AI的model 来推测 或者说预测 多少的水量比较合适 然后告诉农民 那农民如果觉得说 这个水量是合适的 他就可以来采用这个 我们推荐的这个浇灌的水量 当然他还是可以做一些微调 或者重新设定 然后让他自动来 执行这个浇灌的这个作业 那刚提到说 原本这个水管上面 就是一个手动的开关 那现在因为改成要能够自动 所以我们这边 把水管稍微做一点改装 把它改成有一个水阀控制器 这个就是一个水阀 那这个水阀的控制器 在这边是Lora P2P的node 就是一个slab 那他接受master的指令 然后来控制这个水阀的开关 那同时我们也另外一个slab 是一个水表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控制 它的开关的时间 那我们也实际量测 它浇灌的水量 就是把那个浇灌的水量 也当成一个数据 然后透过Lora P2P的slab 这个回报到云端去 等于说那指令下达 执行 然后浇灌的水量的回报 还有这个是一个sensor hub 用太阳能 等于说它就自己供电 然后这个hub下面就这里每一条线 都是去接土壤感应器 所以每一棚我们就有土壤的温度湿度 电导度 甚至弹磷甲等等 这些土壤的数据 也是这边也是透过Lora P2P上传 然后水表的数据也是Lora P2P上传 然后那边分析之后 我们可以来控制这个水阀的开关 那刚刚我们提到水阀的开关主要有三种 一个就是透过规则的判定 一个就是用时间的设定 比如说农民可以设定 每天早上八点或下午两点 一般就是一天浇水一次到两次 当然也有更 等于说经验更丰富的农民 他们会采用少量多餐的概念 就是每一次浇水量比较少 可是浇水的频率比较高 那有点像是随时让这个温室里面 保持在一个湿度跟温度 最适合这个座物成长的状态之下 采用这个少量多餐的概念 那这边就是感应器 本身把数据用Lora P2P 这是一个slab 就是有特定提到 有分配的一些特定的reserve的slot上传 然后水表也是 然后这个下指令就是有master 下指令到这个slab这个水法的控制器 那我们实际把这个系统呢 把它建置在新竹县 新浦有一家有机农场 叫做大瓶窝 它是一个有机树栽农场 那它的面积不是特别的大 大概一分地 可是它有等于说将近12棚的这个温室 然后旁边有一个水塘 这个水塘本身 它用一个马达 把这个水抽上到这个水管 这就是12棚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在水管上面 每一棚上面我们都有建置的那个水阀 所以有一个gateway 有一个控制器 然后有sensor hub 有五个sensor hub 然后有六个这个水表 然后有这个水阀控制器 那水阀控制器等于说 现在已经每一棚都有了 就是有12棚就有12个水阀控制器 可以控制这个煤棚的这个浇灌的这个控制